好 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我想這個最近幾則新聞 要特別請教宏文 第一個 我們看到大陸的半導體 現在上半年的產值 已經到1,600多億了 人民幣 今年大概它預估到 3,500億人民幣左右 所以這個是 它過去在2013年的時候 中國的半導體的產值 大概佔全世界10% 今年到如果它達到3,500億的目標 大概會佔16.5 所以它的角色慢慢重要 再過來 整個中國的這個 對IC設計跟面板 人才的爭奪戰 現在看起來開始展開了 你看到 我看報紙在講說 高取錢在台灣南亞領1,500萬 它到紫光聽說是1億5千萬 所以這個配我看也不一樣 大陸的工信部的副部長 現在來台灣要找郭台銘跟找張忠謀 所以看起來他們對未來的互聯網的晶片 發展有一些合作的空間 我們毛治國院長最近也講 IC產業的勝敗是國安問題 我們終於有人重視到 兩岸在半導體的競爭當中 台灣現在所處的嚴峻的態勢 雙方到目前為止大陸在發展半導體 我想你30年來在採訪半導體產業 應該是很深的功力 看到這個兩岸的新的消漲變化 怎麼評價這個事情 好 我想台灣的半導體業 是所有的行業裡面 最晚面臨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的 我們過去其實幾乎所有產業都發生過了 從面板 從太陽能等等 我們LED等等 我們都發生過 這一次是最晚的一個 因為台灣在這個行業是最有競爭力的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再往後看3年 5年 我想這個情勢也是很明顯的 就是你停止不動了 它一直在進步 這個顯然是絕對是不對的一個方向 然後台灣一定 現在台灣想的不是說 它什麼時候會超越我們 而是說我們接下來這個 在整個中國半導體崛起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這一點 才是我們現在要思考的重點 這個剛剛講到就是說 他們挖腳人才 這個事情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現在 因為我一直在覺得說 我們一直都用一個想法就是說 它被挖到那邊 然後就是背叛我們 然後整個行業的這個就是變成說 它來吃掉你的市場 可是我們想的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的人才如果能夠到 這個大陸的非常重要的企業 然後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你剛剛講的 高啟權不要只領1.5億 領個3年就沒有了 最好是領10年 甚至就是說它更重要的事情是 把整個台灣半導體產業 怎麼樣跟大陸去結合 其實大陸現在很需要台灣的 因為在整個對抗全世界 尤其是你剛剛講對抗美國 對抗韓國 基本上台灣其實 如果能夠在這一方面幫助他 我覺得這個他也會很感激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對台灣的企業來講 這個我們說營業秘密 或是這個IP 專利等等 我們的政府還是要有一些對策 這個你不太可能說 這個人才就被挖去了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做 因為我們說國安問題 可是我們看起來也沒有什麼配套 就是好像 而且每次就是說有重要的人被挖角了 都說那是一個人而已 那對整個行業還是沒有影響 可是這樣的話我們聽多了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事實上都沒有準備 因為產業叫得出名詞 高企賢是最一號 當然是一號 應該最重要那個人物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還有我覺得就是說台灣 這個自己在發展 我覺得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採訪蓮花科董事長蔡明介這麼多年 現在講到蔡明介 剛才我們清文雄講到這個 蓮花科在這幾年 病個從雷寧一路降下來 他今年他病的四個 包括毅力這些 看起來他是有很大的氣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怎麼來看蔡明介 在面臨這個大陸的紫光的壓力之下 他做了一些突圍的動作 對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蔡董他在想這個整個的策略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只有想紅色供應鏈而已 我想紅色供應鏈基本上現在 因為他跟Core Cup比較近 在半導體 對 他的層次還是沒有那麼高 他事實上他想的是全世界的佈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聯發科現在在佈局的事情 都是這個世界一級的 所以你看他就是說 前一段時間他們就到歐洲 去跟這些歐洲的這個行業 做了很多的這種記者會 或者是這個會議 他們希望做到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在汽車電子領域 他們也非常著墨了 因為歐洲是汽車大國 所以這個事情 然後物聯網 這也是他現在的佈局的重心 他這樣的一個收購的策略 基本上他要走的就是世界一級的 跟這個紅色供應鏈 基本上這層次是更高了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聯發科走得越快的話 閃訊不見得追得到的 當然閃訊可以在中低階 把那個市場打爛 但是他如果往前衝 這個高通現在壓力也很大 因為聯發科一直往上擠 高通都被迫可能都要切割了 所以我想就是說 台灣其實也沒錯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不要一直想著 紅色供應鏈給我們造成 你只有比他更強 對 就像我說日本不是一個好例子 日本其實是一直在節節敗退 可是日本在少數的一些行業裡面 他站得非常好的位置 不管在面板 面板你看夏普時代線 已經不能再繼續做了 可是日本在這個面板的 就是供應鏈裡面 很多的材料 很多的化學 氣體等等 他都還是站得非常好的位置 台灣起來他賣給台灣 大陸起來他也賣給大陸 所以他這些企業都還能夠 在很多高端的這種材料 然後設備 他都還是站得非常重要的位置 台灣好像很少 我們現在難得有一個捍衛科出來 我們其實整個產業的實力 沒有往上再延伸 當然你就被人家打得跑 這個我覺得是 也是台灣沒有產業升級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好 我想我們這個題目 大概我們節目見進尾聲了 最後我們政華兄有一些補充 還有你看從未來這個 從第四季看整個投資情勢 有哪一些特別要提醒 我們觀眾朋友的 OK 我先簡單補充一下 剛剛講到聯發科跟半導體的部分 以聯發科來講 的確他在很多先進的產品上 他有滿多的佈局 其中車用電子 他其實過去幾年就已經成立一家公司 找了旅平信副總 到這家公司做負責人 然後已經做了好幾年 所以這方面他是有滿多的琢磨 也不是從病例期開始 之前就在考了 另外他最近做了很多東西 他其實在做一些server的 相關的晶片 就是這種高速的網路處理 或者是on base的這種server 其實他也開始要往這方面再走 因為單純繼續靠傳統的手機的話 這可能會相對會有一些 比較困難的地方 以大陸半導體產業 目前的發展狀況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分設計 製造 跟封測來看 其實目前當然威脅最大的是封測 所以也會導致日月光 很積極的去冰細品 看到星科金鵬跟 江蘇長電的合併 其實他們在技術跟客戶上 都已經趕上來了 以IC設計來講的話 其實目前威脅最大 紫光當然是一個 但是其實目前威脅更大的應該是 海思 就是華為的紫公司 其實海思在各個部分 都做得非常好 在手機的Baseband的晶片 甚至它某些技術是比聯發還領先 在4G的處理等等 它速度甚至還更快 當然它的問題是 它只能賣華為 所以別人不太用 所以聯發目前還可以 比較不去考慮海思的競爭 但海思的競爭力 其實算是非常強 當然只光找了展訊 找了RDA這些公司合併 可能日後也會有一些影響 目前來講 在製造的部分 就反而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目前半導體製造技術 全世界就只有三家有 台積電 三星跟Intel 所以這部分他們其實 就算挖很多台積電的人 其實第一個不是那麼容易挖 第二個方面就是說 要掌握到半導體的製程技術 相對是比較難 聽說只光下一步要買Global Foundry 這是有可能的 對 他買Global Foundry的關鍵是在於說 到底美國願不願意讓那些Pattern 送到大陸去 Global Foundry之前買了IBM IBM在Dowsell的時候 其實當年大陸就有興趣去買IBM了 只是說沒辦法買是因為 就是國安的問題 因為半導體是國安技術 這個部分到最後可能是說 只賣場或是Pattern留下 等等的方式 看他們怎麼去談 Global Foundry是有可能會賣掉 沒有錯 剛剛社長您提到說 以接下來第四季來看的話 其實短線上 市場上是比較沒有太大的風險 因為大家都知道 廢的下一步決議就到12月了 所以短線上 所以現在這個有時間 很有意思 11月16號好像是 台灣的總統大選 候選人要登記 所以它是一個點 12月廢的要升息 所以這一段時間 我在想說 12月到11月中旬 很可能是我們在投 今年投資最佳的時間 可能在這一段 不知道你的看法 目前來看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大部分的公司在公佈 10月底公佈第三季獲利 都會很漂亮 因為會損的關係 匯率貶了6%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 毛利率 獲利率都會比想像中好 但還有匯兌收益 所以財報上幾乎是不用擔心 有什麼太大的利空 當然到了11月中之後 就不一定了 所以短線上來講 剛剛講的財報很好 然後以營收來講 9月 10月又是歷年來營收的高點 所以目前來說 月營收的Momentum 或是公司公佈獲利的水準來講 短線上投資股票 都還是相對安全 只是說到了11月中之後 剛剛講到美國又要升息了 你不知道他這個狀況怎麼樣 台灣要總統大選了 然後接下來就剛剛講的 整個景氣其實 都還是很受資金面的一個影響 所以到那時候 其實相對來講的變數會大很多 短線上我覺得是沒有太大的風險 好 我想這個今天給大家 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 就是到10月中旬 應該是在股市做都 相對比較好的timing 另外今天我想鴻文特別提到了一個 兩岸的半導體 其實最後只有競爭力 你一定要讓競爭力扶搖直上 也就是說靠著政府的補貼 或是靠著在這邊 享受一些低毛利的這種產業 我想未來很難以生存